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 欢迎左岩老师 会议演习社的主理人陆琪老师 欢迎陆琪老师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严品红老师 欢迎严品红老师 图里老师 欢迎图老师 了解一下今天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今年也50了 我想趁现在就有精力 多出去走走 可是他总觉得我现在不顾家 想让我跟着他一起去闺女家 可是孩子们 有孩子们的生活 我怕去了以后 打搅孩子们的生活 给孩子们造成负担 我希望嘉宾老师 多帮我劝劝他 多来家来待待 多去孩子那儿看看 这是一个要阻止妻子 去看世界梦想的男人 来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霍先生 52岁来自石家庄保安 女嘉宾刘女士 她是50岁来自石家庄吴业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得有 30年了 30年了 对 20岁就嫁给他了 今天来您是想请嘉宾老师 帮你劝劝夫人是吧 对 劝夫人什么呢 让他顾顾家 我们一块去女儿那儿 常住住 女儿出嫁了是吧 对 还要去女儿那儿常住住 先说说吧 女儿出嫁前怎么样 我们挺幸福的 怎么个幸福法 你比方说吧 他在家就说是 一切的就是家务 洗衣做饭 什么事都是他干 什么都是 你别管了我来吧 就是他嘴边的话就说是 从结婚开始就这样 对 坚持了30年啊 对 这样有福气 父亲应该跟女儿的关系 特别好对吧 对 所以想去女儿那儿住 是不是 对 女儿你带的多 还是夫人带的多呀 我带的多 那您这不对了 洗衣做饭 带孩子也给他带啊 他喜欢妈 所以他就带呗 因为他喜欢 所以他就带 真是打小不管吗 对 那您在家里管什么呢 管玩 三十多年在家里 没吃过苦 没有 是觉得特幸福吗 相当幸福 你在家里管钱吗 不管 那你管啥呀 我什么都不管 老公你管不 不用管 特自觉 我绝对放心 对 那你是怎么做到 三十年如一日的 让老公就这么 死心大地地对着呢 我觉得这是他的本性吧 反正搞对象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要嫁给一个 就是说有责任心 对我好的人 那你觉得你是运气好啊 还是眼光好啊 一下就找了他 运气好吧 没觉得苦吧您 你觉得苦吗 觉得累吗 不累 三十年过来 就皆是挺老婆的呗 我看你两个人 都享受这个干嘛 现在又 现在是问题出现在哪上了 我不是有个外孙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呀 没了事了 就是长期在那住住 领领孩子 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挺好的事 他老是出去玩去逛街去 要不就是给他的朋友去唱歌去 打牌去 烫头啊美容啊 就有点不顾正业 不是您的正业是给孩子带孩子 是这意思吧 对对 他当初说的 因为我们就是刚结婚那会儿吧 像就八几年的时候 那会儿基本工资也就在三四十四五十 相当不错了 甚至学徒工也就十几块钱 十八块钱 他当时他就说 等什么时候我月工资涨到五百块钱的时候 然后你就不用上班了 你就天天在家玩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是他当初说的话呀 可是他现在怎么又 等等啊 您那资料上面说您现在无业是吧 您是退休了 还是说真的大哥挣了五百块钱的时候 您就不干活了 他没到五百块钱的时候 我就基本不干了 那您在家里待了多久啊 我有小孩以后吧 我就基本就不怎么上班了 这一辈子吧 可能就比方说上一年班半年班 然后觉得不开心了 我就回来了 歇几年 歇几年 对 然后我可能又歇烦了 哎呦 在家待得也好无聊呀 你说那我也挺年轻的是吧 谁能老这么着陪我玩啊 就说人家都上班呀 都有工作呢 我又觉得无聊了 我说不行 我就再去上班去吧 上了又觉得又太帅的话了 你想睡个懒觉呀 想干什么呀就都没时间 算了吧 我就又不上了 你这是公主命啊 确实是公主啊 就想干嘛就干嘛是吧 那现在这个闺女也出嫁了 你们不是都玩了大半辈子了吗 还接着玩更自由了是吗 那现在我觉得还能走得动呢 还能玩得动 还有精力玩了就玩呗 你幸福吗 我幸福 那你要说什么呢 这就一月打一月 不是 现在不幸福了 现在就现矛盾了 怎么不幸福了呢 啥矛盾啊 我说让他陪我 我们俩一块去孩子那儿 都带在我外孙 他老是找各种理由 推单阻止了 他自己又都立不了 那么有一回 我刚去女儿那儿 他给我打电话 我下水道堵了 我就赶紧回来 回来了以后 我一看了感情是什么呀 他洗澡 那个头发没清理 都在地头上捂着了 弄了发了水势了 就是他还离不开您是吧 对对 他离开您没法生活了 对 独立能力特别差 女儿愿意让你们去吗 其实这个重心和关键 不是你们想不想去对吧 而人家女儿 愿不愿意让你们去 愿意 愿意啊 特别愿意 小外孙多大了呀 三岁了 您为什么不愿意 去女儿家帮着带孩子呀 反正也不用您干 您只要去那儿不就行了吗 因为我觉得 他们年轻人 有他们年轻人的生活 我们有我们的生活 还是我觉得 自己住着舒服 自己住着自由 哦 不如自己家住着舒服 为什么呀 不是也不干活吗 你不干活 你毕竟人多呀 还有那小不点 在家天天给你烦着呀 我在家 我这样 我想就是躺着躺着 我想就是坐着坐着 对不对 你说你在那儿就不用 有女儿有女婿的 对不对呀 你就没有那么自由了吧 不自由 那就让他回家自己住呗 还有一回是我回家了以后 他打电话回去了 他说发水了 发水了我就回去了 我说怎么回事啊 他说我当时开的时候 清了水了 后边等再回来 买菜回来以后了 一看这屋子就是厨房啊 满地全是水 心大 是 就是什么事也不上心 你让他独立干哪儿骂 他什么也干不成 所以你们是不是这个 结婚三十年来 算是第一次 这么大规模的爆发战争 对 为一件事 达不成统一的共识 对 是吧 现在从有了矛盾以后啊 天天这么着 给我找事 什么抽根烟 他找你什么事啊 有一回我来杨台 抽着根烟 一进屋 人家把我给轰出来了 人家说你刷牙去 洗澡去 弄了身上味儿糊糊的 你现在呢 破完烟需要刷牙 没有啊 现在需要了 现在需要了 明天找事吗 是找事吗 他抽烟太多了 这么三十来年了 您现在是意识觉醒了 并不是为了挑他的毛病 是吧 对啊 女儿不在了 是不是都觉得空落落的 是 你过去不是也没带女儿吗 就是心里空的话 家里少一人 是那么回事吧 打算怎么办呀 我想让 让一步呗 你陪着他不就得了吗 我陪着他孩子了 人家小朋友需要您照顾吧 需要 您确定是您喜欢孩子 还是人家需要您 那边也需要 他们经常打电话 经常打电话求援啊 那你就去呗 去他不去 他不去 你让他成长成长呗 你让他也吃点苦呗 要成长 光给你添乱了 不放心是吧 对 打整啊 你得画个道出来啊 这根本就不是他说这样 他原来他腿边这话就说是 你别管了我来吧 我说干什么 他说你别管了我来吧 你像有一次他做饭 我说我给你帮忙吧 你别管了 我说 我看你天天这么辛苦 我说帮你帮忙吧 最想上包个葱 包个蒜总可以吧 我就给他包了根葱 包了根葱 那个葱头那儿 可能就不太好掰 我一掰给掰的多了 他说你浪费多少呀你 你经过添乱 你走吧多远点吧 哪怕你该干什么 你干什么去吧 所以不是您不愿意干 是他看不上您干 对 所以三十多年来 您也就不再干了 对 吵过家吗 很少吧就说是 很少 几乎 对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我看您爱人也是一个 不善于言辞 或者不善于表达的人 是吧 平常家里话多吗 不多 不多 对 就是默默地干活 对 您能理解他 他要到闺女家 那种心情吗 能理解吧 可是我还是愿意 过我们自己的生活 是到那边之后 其实他对您的照顾 是不是就松懈下来了 肯定是 肯定是 那您能理解 您爱人不愿意 去女儿家吗 怎么说 他这儿也需要照顾 那边也需要照顾 所以 就是套在一起 一块照顾 还行 您要是否来广照顾他了 我外孙那儿怎么办 人家真的那么需要您 是他自己喜欢孩子 他愿意去的 对 我特别喜欢孩子 你不是就有个孩子 接着养不就完了吗 养了三十年了 是不是 怎么这大了 不想养了 为这个 哎呀 成天了 老了就是找事 行了 那你们看完怎么办吧 幸福了三十年了 接下去怎么更幸福呢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本界 我先问一下大哥 您喜欢做饭 洗衣服 带孩子吗 谁都不愿意 对 谁也不喜欢 对 我现在告诉大姐 因为刚刚大姐说了 她喜欢干这个呀 她不是喜欢做饭 洗衣服 带孩子 她是喜欢你 大姐一走出来 我也被 台北上写错了吧 五十 这哪有五十啊 一看就四十出头的 这个年纪 为什么 因为被老公宠的呀 每天都过得很幸福呀 所以就看起来年轻啊 如果电视前的男性同志 想自己媳妇看着年轻 就像霍大哥这样 惯着媳妇 你看 大姐又年轻又漂亮 但是 咱不能光 那种年轻的心态 虽然家里不干活 但是要多体谅 我觉得大哥 您今儿 跑到我们这儿来 征求老师们的意见 她怎么会现在这样 怎么就不跟我去女儿家 就是被您惯的 就是她自己要去经历挫折 经历困苦 然后才会走向沧桑 大姐的这种思维 依然停留在 二三十岁的女性状态上 您把她呵护得太好了 所以她不成长 我高兴我就工作两天 不高兴我可以不工作啊 我老公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就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 抽象一下它本质是什么 就是它本来在你这个幼儿园工作 幼儿园老师嘛 现在呢十几公里之外 有一个女儿家的幼儿园 她要去那边工作 两个幼儿园因为距离差了十几公里 所以没有办法在一起工作 那怎么办呢 她就希望把两个幼儿园合并成一个幼儿园 所以怎么解决呢 很简单 搬个家嘛 在女儿家附近找一个房子 买也好 租也好 换也好 不就合并了吗 但是我讲的不是这个 我讲的就是 到现在为止 还有很多姑娘会觉得 我一来伸手 翻来张口 是很幸福的事情 还有很多姑娘说 你把我照顾的 我生活不能自理 是很幸福的事情 但这种幸福观是错的 疼一个人 不是把它疼成没有自理能力 如果把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幸福观 传达给更多的女性的话 未来自主性呢 如果有一天离婚了呢 如果有一天 这个男人不在身边了呢 我相信你们的感受是幸福 但我不认为这种生活叫幸福 我觉得大姐 你应该学一些生活自理能力 不是为了什么大哥 也不是为了孩子 是为了自己 这种生活自理能力 对于你将来真正的步入 人生的最后那一段时期 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好 祝福你们 谢谢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来 严老师 我想如果让我去 从头选择 一个人做我的丈夫的话 我会不会找你这样的 因为如果长期和 无底线地呵护女人的 男人生活 这个女人是丧失了自我的 幸福的根源 其实源于我们内心的自由 你内心并不自由 只能通过肤浅的这种 美一美打打牌 有朋友来觉得我是快乐 我想说给先生的事 我不觉得你是个好丈夫 看您现在状态啊 老婆离了你 连个下水道都休不了 女儿离了你 自己的孩子都照顾不了 你觉得这对他们 真的是百分之百的好吗 人心走入了中老年阶段了 你是还想像一个小公主一样吗 万一哪天 这个像山一样的男人倒下呢 她生病呢 你还能微笑着说 我不管家我去打牌吗 所以这个阶段 不管你认为自己怎样 享受了公主的前半生 怎样让这个男人兑现 她要呵护你一辈子的愿望 你要长大了 因为这个阶段 我们要相互呵护了 就算她是一个 无限爱照顾别人的男人 此刻也是你该学会 去照顾她的时候了 这样你们未来的这三四十年 还能相互呵护着搀扶着 走得更幸福更快乐 谢谢 好 谢谢杨老师 来 图老师 你疼她 很大原因是爱她 但也有一小部分原因 是因为有一种不安全感 你总想着我给你吃 给你穿 给你喝 帮你代劳一切 你大概不会从我这儿跑掉了吧 要让一个人长久地留在自己身边 无非就是让他无条件地依赖自己 但你总有一天要走的吧 你要离开这个世界吧 正如三位所说 真正爱一个人 是让他能够独立 对签 好 很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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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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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好了 请开门 习惯性的 刚哭完又习惯性的 做公主等着了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来 接下来我们就见证属于他们俩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老公 谢谢你 真的这么多年 你辛苦了 老师们来恨喜 所以我以后我是该让你做的也得让你做 不能说害你 对你自己 对你 对你 对你一后来就让你做独立 在你却全是你 不要再痴疑 把我放进两个心 别让你玩是不是 还让你玩 行吧 挺亮灯吧 来来来 好 谢谢 也别太辛苦了 好 我这要 谢谢 谢谢两位 请回到 我估计啊 过个三五十天 又回到这个状态了 我们只能祝他们幸福 愿他们开心 来了解下一阶的 基本情况 我们在一起两年了 我心目中的男朋友 应该是有责任 有担当的人 可是相处时间久了 我发现他根本就不关心我 完全像个假男朋友一样 是因为他从来都不听我的 而且还骗我 后来我也懒得管他了 而且他性格 唯唯诺诺的 没有担当 这脸让我非常讨厌 本来没有什么事情 是他太小题大做了 我也觉得很无难 不关心就是不关心 他还总是狡辩 我现在是真的没有办法和他在一起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文23岁来自湖南 女嘉宾小刘23岁来自湖南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真要分手吗 是的 为什么要跟男生分手啊 他就是越来越不关心我了 然后没有什么担当 做事唯唯诺诺的 所以我就想跟他分手 怎么得出的这结论呢 就是你像以前 我跟他干什么都是一起的 但是你像现在啊 我跟谁出去玩啊 或者是我就算我自己一个人 他也不会陪我 甚至有时候我晚上比较晚出去啊 他也不会管我 我有时候让他给我留个门来 他还不愿意 不是你那么晚出去干嘛呀姑娘 不是朋友邀着去玩嘛 让他给我留门 他不愿意 他说你晚上还回来啊 我也觉得这根本就不像个男朋友 就像那种塑料情侣一样 你不担心女朋友吗 我就是觉得自己挺委屈的 不给他开门 是我真的不想让他出去 因为那么晚了 真的不安选 那你跟他说嘛 你说亲爱的 你不能出去太晚了 我不放心不就完了吗 这个是因为之前 跟他讲过很多次 就是他经常去酒吧一些地方玩 我就跟他讲 要早点回来之类的 他自己一点都不听我的 有时候还会偷偷地自己出去啊 外面的诱惑那么大吗 不是 就是也是朋友比较多嘛 有时候经常腰 就在家待着真的没意思吗 我也没有每天出去啊 他不说你经常吗 也就一个星期两三次呗 这可就不少了 好吧 不顾及你的安全 还有吗 最主要我就觉得 他一点都不关心我 去年冬天不是有一阵特别冷吗 然后我就发烧了 40多度 然后要打吊 40多度啊 40度左右 我的天哪 孩子 你别 你和40多度那俩概念 就烧得很厉害嘛 然后我就是要打针嘛 然后我在那打 就是在那个诊所打的几天针 就要打一整天的那种 他一天都没来陪我 结果我打完了之后 我回到家了 我都快好了 他又来了 给我买点水果 猪点东西 我就觉得像个马后炮一样 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 就是因为之前 一周之内 我就陪了他去两次了 因为他之前也有点不舒服 后面那一天实在是没有 他又在这边 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自己喜欢的事了不 他还把这事拿出来说 我亲情好了 我做喜欢的事 还按照他演了吗 他可以打我呀 但是他为什么要摔东西呀 还是摔东西吧 真打你你也受不了 姑娘你愿意摔东西 还是愿意打他呀 愿意打他 哎呀 这个恋爱谈的 远离伤害吧 你刚才还说你看 说他不关心你 我们听到了啊 他同时也反诉了一下 说可能你有点小题大做啊 有点小矫情 这都没什么 还戴了一个帽子 不上进是吧 对没有担当 没有担当对对对 你像我们 我们经常出去逛街 我的包都是给他背着嘛 然后有一次 我们就是打车回去 结果他把我包拉在车上了 车走了 我们才知道 然后发现我特别着急嘛 因为那包里 我钱包呀 什么身份证 那里面卡都在里面 我就想着快点去找吧 然后他就在那里 对我摆脸色 然后就得我自己去找司机啊 后面我事情都摆平了 然后他又回来 他又在那说 啊包找到了没啊 反正就像刚说的 像个事后炮一样 就是你遇到事 他帮不上你去的意思吗 对啊 他就一个人在那生我闷气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生气的 那我也真的委屈啊 每次他去逛街头 要买那么多衣服 这边五六带 那边五六带好多东西 他然后还要把包给我拿着 我实在没有办法 那个包丢了 真的是确实是我的错 但是 那个东西那么小 我拿那么多东西 下了车我也 真的是没有找到啊 我也不记得了 我一下子 我只能看着你那个臭脸 我就呆呆地站在那里 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你 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他们俩完全不在一个点上面 女生是说 我包丢了 你应该帮我找包 男生是说 我好委屈啊 你还给我臭脸是吧 各有各的委屈是吧 就是他也一直不理解我 而且你没有担当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就像我跟他好了 在一起两年多了嘛 到现在他的父母 都还不知道 我这个女朋友的存在 本来现在就这么多矛盾是吧 你还就各种遮遮掩掩的 觉得一点都不踏实 没有安全感 我之前跟我父母讲过 他当时还叫你回来吃个饭 做一做 但是你拒绝了 我就怕他们误会你不懂事 他后面问起的时候 我就直接讲 哦 干脆我没有女朋友 我就想等着我们两个 能够结婚啊 或者是见家长的时候 再跟他们坦白 可是你也就只叫了我那一次呀 我那次本来就没准备好 你突然就让我跟你父母吃饭 那我多尴尬呀 你父母要是问我什么 我怎么回答呀 后面我也有跟他表达 我准备好 可以带我去见你父母 然后他后面又没有下文了 就感觉那一次 就是走个行事给我看看 你今天来干嘛来了 分手呀 没听出来啊 这不像分手啊 我们就是小问题太多了 太多摩擦了 他经常跟我说 他不信任我啊 不相信我什么的 就觉得好像我在骗他一样 这个也是让我挺委屈的 我有一次就是 我们两个准备在家吃饭 我就先去给他买饭吃 买了饭回来 发现他不见了 我就挺担心他的 我就打个电话问他在哪里 他说他在逛街 我就说我要不要马上过去 他说可以啊 然后我马上就过来了 过来我就打电话跟他讲 你到底在哪里啊 他说我等一下 我就等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吧 我其实就很着急了 我打电话一直问他 我说你到底在哪里啊 他就跟我讲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不是那一次是我早就到了我们约好的地方 然后到了之后他才告诉我他才出发 我就自己去逛了嘛 我在那逛了好一会儿了 他才给我打电话 一下就问我在哪 我本来就不知道我在哪 所以我肯定就说我不知道不 然后他下一句他就给我来 就那我回去了啊 我也挺无语的 本来我也没叫他过来 他自己过来 来了又说要回去 我就说那你回去呗 结果他还真回去了 他不是说在家里他去出去给你买饭吗 买完饭回来你不在了吗 我在家里他买饭买了好久 等着无聊我就出去了 唉 你们俩这恋爱谈的啊 为啥还要谈啊 喜欢他呀 好吧 还有别的矛盾吗 他不是刚说我小题大做吗 你说我那些好 我就认了吧是吧 那你说如果说搁难尾 那不是小病吧 我平常就说一个打掉真的痛的人 身上动刀子的事情 我肯定还是啪不 我就想着我千万不要一个人去做手术 结果我还就真就是一个人去做手术 他就那天出差 做完手术第二天 在医院病房给他打电话 我在那哭啊 他在那边要做声不做声的 我旁边那个病床上的人都看不下去了 就说妹子啊 这个男生要不得 主要就是那件事 就像压死骆驼最后一个刀草一样 反正我就想通了 我就觉得我还是跟他分手吧 我就觉得跟他再起就没什么意义 我呆呆地问一句啊 你爸妈呢 我没跟我爸妈说呀 为什么栏尾手术不跟爸妈说呢 因为本来我就是没在我家那边工作嘛 跟家里人不都报喜不报忧的嘛 你这手术的签字是谁签的呀 我一个玩得好的朋友 那就是他照顾你好了 他 所以我就说嘛 是真要出差是吗 是真要出差 他那篮尾挺突然的 难道这种事情我还要等着你什么提前安排好呀 我觉得这都是借口 我就觉得 反正就好像那种 知道我要跟他分手了 下军令状了 然后他就过来各种讨好我呀 所以呢 你来是干嘛呢 你其实是带着还是希望他改变的想法来的 对不对 对 并不是想真跟他分 是不是 就在这段情感里 你最舍不得他什么 别说白了 还就是 还不就是我们俩 就是确实是在一起这么久了 也是从学校出来的 就觉得这个感情还是挺纯的 然后 就是 其实 就是反正就是 还是舍不得 就在一起这么久 是什么呢 就 我那句话已经压在这个胸口压了好久了 我说你们俩还在一起干嘛呀 你看啊 日常生活里面没沟通 争吵 玩闹 他觉得你不尊重他 不理解他 你觉得他不关心你 谁稍微在生活里出现个状况 就找不到另外一个人 对吧 所有的事情都不能达成一个共识 结果两个人还口口声声地说 我们这个感情很纯 纯在哪儿了 我也没看出来啊 我问你们俩为什么还留着这段感情 哎呀 我们这么长的时间了吗 时间长就是留一段感情的原因吗 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一起进丘比特问卷 我问你啊 那天他丢包的那个时候 你手里拿着大包小包 是吧 他手里拿的什么 他就拿了自己手机 所以我就觉得 我拿了那么多东西 包丢了也不全是我的错啊 然后他还怪你 他明摆着他欺负你啊 我知道他欺负我 你愿意被他欺负 对吧 你俩现在的状态就是 周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这就是你们两个一贯的这种 相处和交流的模式 女孩我觉得 今天是来分手的 当一个人 想要转身离开的时候 你做什么都是错 你做什么 都是给他要离开你的理由 人家工作 一般的女孩对于 她说没有第一时间 来到你现场陪你 然后马上下班以后 给你送吃的这个事 我听了好感动 我男朋友下了班 第一时间就带了汤水 带了饭菜给我做的 来医院看我 那还要怎样 作为男生 能不能有点鼓起 让我看到一点 男子汉的气感 好像也够呛 我就送你一句话 最后好吗 走不进的世界 咱就别应挤了 转身离开 不要为难了别人 也做见了自己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索岩老师 苏琪老师 我觉得一个姑娘吧 可以交 但是不要交纵 交纵带来一个什么问题 就不知足 而且你要知道就是 人的情绪 或者说人的欲望 是会发生变化的 一个人在当初的时候 愿意给你做这个 做那个 可能是他的取悦的 心还在 生活一定会慢慢地 归入到平淡平静里面去的 如果你的欲望 还在一直蓬勃地往前走 说我要这个 我要更多 到最后 什么样的男人 都满足不了你 因为你自己要的东西 是在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的 欺负一个人嘛 得有尽头 适可而止 适当地给予一些回报 反而会让你们这段关系 更加地稳定下去 还记住我那句话 可以交 但不要做 好吧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来 年老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能扔下它不管 所以你的理性和感性不停地在矛盾着 就会成为你嘴上说 哎呀 我做得可能也不好 我还是很想守护你的 但你做的事情看出来却是 对它越来越冷漠 女朋友得蓝粉严 这么大的事情 没有父母在旁边 你不知道跟公司请个假啊 把她一个人丢在那儿 所以其实你的理智已经告诉自己 我要远离这个塑料爱情了 因为它也不是我想要的 为什么不勇敢地面对啊 不合适的爱情 没有营养的爱情 不如让它早点散了 我们去找适合自己的阻挡 开出适合自己的爱情的花朵 不要彼此消耗 好吗 这是我的建议 谢谢 好 谢谢严老师 来 图老师 真正自觉 独立的女人 反而让男人想去帮她 不邀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又说一些让别人伤心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互相改变 我还是很喜欢你 我不想放弃你 我就觉得我们没必要因为这样的事情分手 我觉得我真的想和你在一起 其实我觉得刚刚主持人还有各位评委说的也很对 我也有自己很大的问题 然后你其实也有很大的缺点 我就觉得确实我们俩的感情吧 就是真的就是就不知道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觉得其实就是说可能互相互相就是开始新的生活 可能对未来还光明一些 所以我就觉得 来 请亮灯 到最后一次尊严都不想拿呀 谢谢两位请回吧 人家女生好独定的 我们俩在一起没有光明了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我今年32岁了 有三个男孩特别的皮 三个孩子都是自己在看 没有人帮忙 看这三个孩子再苦再累都不要紧 最主要的是 也没能取得老公和他们家人的体谅 还有老公的心疼 而且连生活费都不给 这样的日子我该怎么过 俗话说 如果我一个人带娃 一个人工作 一个人生活 那请问我结婚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经常抱怨男人对家庭责任感的缺失 但最起码 这些缺失家庭责任感的男人 还在往家里面奉献一些 支撑家庭的生活费 可是如果您的先生 连家庭的生活费都不能负担的话 请问他还如何做丈夫 做爸爸呢 感谢观众朋友的陪伴和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